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 民忌, 艾力, 大眼 今天我們就要討論泛部派的泛民 就決定集體總辭 我們稍後看看他們是不是這麼有吉士 還有23歲那個被香港政府控告 違反國安法兩條罪的年輕人 他居然是申請人身保護令 這是什麼呢? 有戴啓司幫他打官司,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我們稍後就探討一下這件事 還有就是那班泛部泛民 又再次騷擾我們國內來幫我們檢測的先顯隊成員 我們稍後看看他們有多黑人憎 節目未開始之前 記得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我們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二短靈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我們節目正式開始 首先說一下那班泛部泛民 究竟他們是不是真的這麼夠僵 搞集體總辭 其實我們要說一些前因後果 前因就是因為我們的立法會選舉延期 令到今屆的立法會就有真空期一連 現在有些方案雖然沒有確實 但是大致上都是好過人大幫我們作出決定 究竟是成立這個過度立法會 還是成立這個看守議會 8月8日就知道了 對,8月8日就知道了 他們就提到這班攬炒派就提到了 就說這樣算 我們有人被DQ 之前有四個議員被DQ 如果人大真的這麼好死的話 讓我們繼續做下去的話 其實都是會嚴死我們的 都會DQ我們繼續 與其我們任由宰割 不如我們自己有型一點 宣佈集體辭職 索性就承認回去一次 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承認? 其實說一下他們 不是第一次做這些行為 我們先說一下歷史 曾經有三次的所謂總辭 第一屆就是97-98年那時的臨時立法會 那時那班舊飯派也都說 他們會杯葛這個臨時立法會 不參加 結果有四名泛民的人 是參加報名了的 那幾個人就是馮檢基、廖成利、莫英帆和羅祥國 這幾個人 那幾個人其實就他們說 不去參加這個臨時立法會 還有很多人打算杯葛這個臨時立法會 但是當這個臨時立法會 大家都不參與的時候 他們原本是想著 很多人都想著 他們下一屆不玩了 真的選立法會的時候不算了 原來不是 全部跑出來選 沒有骨氣 做樣子 所以這次其實就不是很成功 說就說了出來 但是做就不成功 那第二次是哪裡呢 第二次就是2010年 所謂的五區空投 那次有黃毓民、長毛、酒吧、莊等 就呼籲大家 所有泛民就是一起辭職 又是總辭 結果是有多少人總辭呢 五個人 還有梁家傑 還有陳偉業 陳偉業現在就很老 就不見了人 好像在加拿大 好像是養生的 養生的 好像是很優災猶災的 那次的投票率創了新低 只有17% 但是就浪費了納稅人差不多2億 因為其實這次的五區公投 其實很多人都不贊成這樣做 因為很無謂 2017年 還有長毛、磨冠聰、劉小黎、姚聰賢被DQ 有揚言又說要集體總辭 這次就反骨制出現了 尹兆堅就批評 總辭是幼稚的白痴 就不要做 因為已經領了一次 你上一次的五區總辭 其實這一次是最出名的 因為是搞到民怨沸騰 你錢就花了 你什麼都好像沒什麼改變 他們說他們贏了 但是投票率都這麼低 沒錯 認受性很低 所以很多人都不喜歡他們做這件事 尹兆堅就感覺到 選民那種不喜歡 那種怒氣 你們都傻的 你們都是低能 整班低智行為 其實他們離開的時候 我們當然是無任歡迎 好行格不送 但是我們現在很懷疑 他們根本就是談不成功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最大的問題是利益 你想想一個立法會議員 就算玩多一年 那裡的錢也不少 都算八萬 如果這樣算 他們經常都說真心服務市民 我建議中央這次這樣 叫大家做義工 也行 只是給一點居馬費 又看看有多少人會報名 今次 一個月給一萬幾千元就算了 不過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就真的說要總辭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之前說總辭 所以不關錢事 無論給我多少錢 我們都要搞總辭 這樣就好 給他們一個下台街 他們可憐 這樣就好 所以終於可以想一想 人工是否真的這麼高 反正這個臨時立法會 就不是經常要去開會 有需要才做事 有需要每一兩次居馬費 或者給你掛著名字 都是給居馬費 算數了一萬幾千元 我覺得真心服務市民 絕對沒有問題 你比我做更加沒有問題 我們是真心服務市民 沒錯 我們絕對是全力支持 我們再講 第二件事 講過所謂的人生保護令 我之前做 從未聽過什麼 究竟是什麼來的 其實今次這件事很厲害 這件事做什麼事 這件事做什麼事 就是這個23歲的年輕人 唐英傑 違反了國安法 還有駕駛電單車 是的 駕駛電單車 有講到其次 然後撞警察那個 那件事 一件事就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 第二件事就是恐怖活動 這件事是一個嚴重罪行 他很厲害 找了大律師工會會會長戴啟斯 一個23歲年輕人 找到大律師 一個著名的大律師 幫他打 那他做什麼呢 就是他上一次已經申請了一個保釋 那申請保釋就不成功 那申請保釋的原因 什麼叫申請保釋 就是你其實是 都知道自己牽涉一些案件 是有證據 你亦都會接受審訊的 那你就會放下一些東西 然後就保釋自己 保釋自己 保釋自己說不會走路等等 那就是後審的 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犯了法 而這件事是有證據 亦都會開庭 開會提堂等等 就叫做保釋 那他現在做一件事叫人身保護 那人身保護 就是要執法機關 去法庭證明一件事 就是拘留他 是有一個合法的權力 否則就要放任 那這件事就是 基本上他就認為他自己是沒有罪的 沒有犯過任何的案件 如果申請人身保護令 就認為自己是沒有犯罪 就不需要接受審訊 那他一個人 去接受法律程序的時候 申請人身保護令 基本上是沒有這樣 因為有一個衝突 申請保護令 就是你大概認同自己有犯罪 或者過停 申請人身保護令 就是你認為自己沒有犯罪 要放任何人 就是這樣 基本上就是 一單案件 是不會兩件事都出現 很少機會會這樣出現 那他就有幸 因為他請了大啟司 玩法律 玩出神入化 幫他做了這兩件事 現在政府都說 這件事比較特殊 特殊有兩個地方 第一件事就是 這件事是國安法 用一個新的法律去做 第二件事就是 你有申請保釋 有申請人身保護令 這件事是 至少矛盾 未見過 未見過 有新的法律 然後有一個 玩出神入化的代表律師 代表被告人等等 政府就說要押後才可以處理 法庭也認為可以押後處理 所以 唐英傑現在還押當中 這次被大啟司玩死 對 他真是很會玩法律 他最擅長就是玩這些 貢獻就是私人意見 沒有什麼 我們說說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就是 我們內地 之前來了一個先遣隊 大約六個人左右 先遣隊是幫大家做全民檢測 來開路的來香港 誰知有一群攬炒派 泛暴派的議員 就走去他們下塔的酒店 抗議他們的來臨 你想一下 別人來幫你們手的時候 這群泛暴的人 竟然是出手阻止 他們提到的證據就是 政府應該全力丟掉所有的錢 和香港本地的機構 去搞這個檢測 應該是將錢放入本地機構 還要是無限量的金錢 跟著跟他們研究 研究好之後 再招標 招標完之後 才來做全民檢測 其實他們都不是很清楚 迫切性 這群人就是違反而反 現在說要丟掉這麼多資源 就是我們政府坦白說 沒有能力去控制這次疫情 才要請內地專家來幫忙 沒錯 如果做到的話 一早就做了 這群人是什麼人呢 就是新民主同盟的一群人 有范國威 有譚海邦等等 這一群人 這些名字大家都知道 幾屬難場 真的搞事 他們經常都說不需要內地協助等等 問題是他有沒有一個真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經常都說 叫香港政府給錢解決這件事 現在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試劑不足是問題 一個檢驗人手是第二個問題 沒錯 你都不正視這件事 你怎樣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不是錢解決到 根本他們自己的解決方案是不行的 你由招標 由做大學研究 和本地的大學研究 本地的機構研究 現在幾多事發生 你真是不行 不是內地和本港的問題 其實他們可能拿著一件事 澳門大學和理工大學 正在研究一些疫苗 這件事好像是一大的進展 但這個大的進展 其實連動物測試都未完全做好 不要說人體測試 臨床實證等等 這些全部都未做 根本是一個很漫長的旅程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拿著這些證據 這些根本不是證據 不能說證據不足 這次的騷擾行為 原來已經不是第一次 在兩天前 文傑去過一個他們騷擾的地方 我是知道他們騷擾 大埔 是一個觀眾來 不過拍不到影片 大家看不到這段影片 大埔有些區議員 有一個叫文念志 我中學師弟 有一個叫陳振哲 我原學師弟 再加上一個不知姚什麼 我真的記不到他的名字 因為他沒什麼做事 我真的記不到他的名字 去到大埔的太平工業村那裡示威 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 這一班的先遣部隊 去了華大的檢驗中心那裡看 看完之後 就去另一個叫做火眼實驗室 這個就是在大埔的太平工業村那裡 去上去觀察一下 究竟設備如何 裡面是做什麼 看看 到時可以怎樣著手 去幫助到香港人 他們就跟蹤這一班 先遣部隊的人員 就跟蹤到樓下 看到他們上去 抗議示威 當中聚集了不少人群 最後有十男十女 違反限聚令被檢控 還有十幾個人沒有身份證 又被檢控 沒有身份證 這群人根本就不是抗議 很簡單 他又是阻礙檢疫工作 第一 第二 播毒 聽到一大群人 又沒有身份證 什麼都沒有 但是又在街上聚集在一起 我想他不帶身份證 是怕被人知道身份 他就說 我在上面工作的 就沒有帶身份證下來 你信不信 我不是很信 你工作 但是你上班 在家裏工作的一段路程 香港法例 你是離開家裏 不知幾米之後 你是需要一定要帶身份證 沒錯 很明顯他們這些都是謊言 沒有理由大外人不知道 是阻拿著警方執法 其實今次這件事 內地中央過來幫我們香港手 去做檢測這件事 是大大提升到我們香港檢測的效能 是的 現在每天檢測 一萬幾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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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已經說了 心喉腿液測試 做的方法是很慢的 是的 只能夠一萬幾千左右 是的 但是如果中央這班技術人員 去幫助我們的話 每天可以去到十萬至二十萬 沒錯 是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中央 有很多官員都發聲 甚至梁振英等等 我們中央官員都發聲 就說 這一班攬炒派 這一班泛暴派的人 其實是帶著有色眼鏡 去看待我們這一班 內地的技術人員 他們是無視 內地抗疫經驗 因為內地抗疫是全世界最好的 他們沒有看新聞 之前呢 新疆有一個市 是爆發了這個新冠肺炎 爆發都很嚴重 因為之前就沒有什麼個案 所以他的檢測劑完全不足 但是呢 內地的醫護人員 能夠在幾天時間內 將整個城市 做到這個全民檢測 是幾天而已 沒錯 再有看新聞的就是 之前哈爾濱那邊 也都是有同等的情況發生 北方之前就沒有什麼 但是呢 突然之間 有大量的個案 也都在幾天之內 幫了幾百萬人 做了全民檢測 是幾天而已 所以其實就是說 那個抗疫的效能 是有先例可以尋找得到 這些先例 還有一個很實質的證據 而不是他們說的那些 全是很兇浮的事情 說真的 如果不是有這些人阻礙 或者有一些有心的 所謂的黑衣會阻礙 我們今天 都不會爆發得那麼厲害 都做了全民檢測 沒錯 我們香港政府 昨天也都譴責 就是說這一群人的騷擾行為 其實是罔顧公眾利益 罔顧衛生安全 也都破壞中央支援 香港抗疫的工作 他們為呢 都是拿自己的政治本錢 其實抗疫呢 真的如舊火 人命就大過天 中央也都說 不要拿救人命 那些人命 做他們自己的棋子 沒錯 最後一件事 就是美國好像有嚇鬼了 今次他在自己的加尼福尼亞州 試射這個洲際彈道導彈 這個洲際彈道導彈 絕對是可以射到中國的 今次民兵三型的導彈 民兵三型導彈 是什麼呢 民兵三型導彈 就是一定要在固定的發射地方發射的 平時他都會周不時試射 因為就是檢測他 究竟有沒有這個發射能力 就是當作驗貨 因為擺放得太久 今次有些不同 今次民兵三型導彈 竟然是載著三顆彈頭 雖然是假彈頭 去發射的 以往呢 這顆導彈 只會攜帶一個彈頭 意思就是說 這支導彈 今次是具備打擊三個目標的能力 推翻了過往的慣例 就擺明就是一個美國對中國的威嚇 示威行動 即是想嚇鬼 其實他又沒有說這麼威嚇 加恩2018年年中的時候 這個民兵三型導彈 曾經是發射失敗 原來都不是每次都可以的 今次是算威嚇的 要寫日記了 老實說 這些小動作 中國就一點都不害怕 我們昨天都指到 中國絕對有即時反擊能力 沒錯 你這些民兵三型導彈 說真的 真是out day for 分分鐘大過我們在座這麼多位 大家也猜不到 所以根本這件事不足為據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 記得讚好、分享、留言、訂閱 我們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意的頻道 以及我們facebook專頁 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拜拜